抗議惡法通過 台灣各界挺香港 台灣各界挺香港 接待香港創作人與民進黨立委等人 針對3月19號港府通過的基本法第23條 嚴正呼籲香港當局立即撤回惡法 23條把香港的所有言論自由 集會的自由 然後結社的自由 其實都一一的剝奪了 而且其實更進一步的 是遵犯各種的人權 香港政府說這些法律 只是會影響很小人 但我只是一個普通畫畫的人 話我對香港的意見而已 當然是影響到我 冯兆天表示 目前要在香港公開示威 或表達異議 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僅港人包括台灣人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犯這些罪 都可能受惡法管轄 立委沈博洋則表示 23條惡法通過 是一個很悲哀的歷史時刻 這一次比國安法更嚴重 他把境外勢力的範圍變得更擴張了 把國家機密的範圍變得更擴張了 更重要的是他還把使用電腦 這個部分也放進去 也就是講說呢 如果今天各位有使用任何 有通過香港的服務 你都有可能被認定是 因為你使用了電腦 而去顛覆他們國家的政權 馮兆天也向台灣年輕人 與學生喊話 不能相信極權中共 面對中國的極權 我們不應該相信他人的謊言 也不能相信他們的主張 而且也不能夠跟極權妥協 因為其實我們要選擇成為的是 世界的香港 世界的台灣 而不是中國的香港 中國的台灣 週六惡法即將生效 台灣 英國 加拿大 澳洲和美國等 五個國家的十五個城市 將串聯舉行323反23立法行動 呼籲國際社會關注 新唐野太電視胡宗翰 林天欣 台灣台北報導 新售